在肖战粉丝小飞侠和其他圈的网民纷争愈演愈烈时,3月2日凌晨,突然一则消息出现,参加过综艺明日之子的一位选手发微博称,你们集体嘲弄肖战师生,因为某些粉丝的做法,揭竿反对肖战本人。 与此同时,肖战的外公去世了,家里正在办丧事,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?你们吃的瓜是血色的,一口口咬缺少年的灵魂。 虽然王静丽秒删该微博,依然被网友截图了,随后,还有王静丽在粉丝群里的消息被爆出,只见其晒出了肖战在朋友圈的消息,并且还问有无人认识小飞侠,可以将此消息转达给小飞侠,但是不要告诉对方是他本人发的。 该截图内容显示,肖战发的朋友圈信息,确实是肖战外公去世的消息,对于此消息,网友也持不同意见。 有人认为,外公去世消息,此时被泄露出来,对于肖战本人一点好处都没有,甚至有人会误以为是肖战通过此行为在洗白自己。 而且肖战外公去世,和网友抵制肖战本身是两件事情,归根到底,是对于粉丝小飞侠的管控和引导不到位。 正确的粉丝引导是怎么样的?一个好的偶像及其团队,应该在粉丝成立之初,就确定好一个基本的底线规则和价值观。 其实此次也不是肖战粉丝小飞侠与其他人有纷争了,在当代饭圈,没有撕逼的粉圈也非常少,但是偶像或者其团队依然担负着引导粉丝方向的责任。 可能肖战粉丝后援会也没有想到最终会闹出圈子,将此事扩大到抵制其作品和代言的地步。 在最开始以及现在,肖战粉丝及其后援会,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认识到这件事情他们做错了。 正是这种始终意识不到其错误的行为,让其他同人圈子的人才更为愤怒,进而一步步激化了矛盾,引发对肖战本人的抵制和抗议。 团队开始正式对外盗窃,也是出现网友集体抵制肖战代言及其作品之后,总给人一种被逼无奈的感觉。